没有等来开箱演出 德云社的粉丝们一样等来了不输任何 开箱风箱演出阵容的相声盛宴 前几天 德云社就官宣并开票 要在2023年的情人节前后 在天津大剧院连演四天的 鬼卯大集德云社相声大会 虽然没有叫开箱 但是鬼卯大集这四个字 透露着开年演出的意味 更为重要的是 这四场演出的阵容 已经比开箱要厉害了 不信您看这四天的节目单 哥哥我数了一下 这四场演出 每场六个相声节目 这24个相声节目 一共出动德云社46名演员 除了班主郭德刚之外 没有一个重复演出的 也就是说 即使是岳云鹏 郭麒麟 张云雷等演员 也只有一次演出的机会 只能轮到表演一个相声 要说唯一一位延满四天的演员 那就是德云班主郭德刚了 从节目单看 这四天的传递节目 郭德刚都是担任彭根的角色 可以说是 铁打的郭德刚 流水的豆根 第一天的豆根是张云雷 张云雷和郭德刚 很久没有同台演出 第二天的传递节目 变成了群口相声 是高峰 鸾云瓶 加上郭德刚的组合 第三天的传递 是岳云鹏和郭德刚的搭档 这两位在相声水平上 是强者欲强者 他们的再次合作会是什么局面呢 最后一天 郭德刚把豆根的位置 留给了儿子郭麒麟 不仅是郭麒麟难得说相声 更是罕见的父子同台 就这样的阵容 据说演出票是一秒钟全部卖光 也难怪这几场演出如此受欢迎 因为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元素之外 别忘了还有其他几十位 明星级的德云社演员呢 烧柄曹赫阳 张赫伦郎赫颜 张九龄王九龙 孟赫唐周九良 是这几天的道二阵容 张九南高九成 刘孝廷张九泰 上九西郭肖翰 关九海张肖白 这些近年来 在小剧场收欢迎的队子 也都在演出名单中 几乎所有的演出队子 都是原装配置 唯一出现的新鲜混搭 是最后一天演出中的 陶云圣和阳酒郎 几乎您想看的人 几天之后都将会出现在天津 哥哥我当然也会带来最新鲜的 关于这次演出台前幕后的花絮 所以记得一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